《发愿跪在实践》 师父,我们在讲说发愿比较容易 可是一步步要实践,比较困难 那么我也常常碰到一些朋友 他们常常都发愿 可是我观察他们的行为 好像没有实践 因为想说,包括我自己在内 这样是不是在开空头支票 我们知道开空头支票 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 如果我们发愿,然后没有实践 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这个叫做发空愿 发愿比没有发愿也好 如果发了愿,而实践然更好 如果仅仅发空愿 是不是要问 要问了是不是自欺欺人 明明做不到 要发愿 明明不想做 要发愿 如果说是虽然做不到 但是我想要做 虽然这个目标很远 但是我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如果发这样子的愿 没什么关系 如果仅仅是 这自欺欺人的法愿 但是骗人的了 自己根本没有想要做 明明自己也想到 他不会做的 但是还在发愿 那自欺欺人 不过呢 也有例外 比如说我们这个 佛教徒 叫人家发菩萨愿 也叫人家发 臣服的愿 怎么可能我们在这一生之中臣服 不可能 但是呢 有这么一个愿心 也算是中了一个善根 你曾经发了没有这个愿心的 你总有一天 会就射箭的 你慢慢地会兑现的 如果连这个发的愿心都没有 那你根本 不可能 产生了 任何的 像这个方向的力量 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要修佛 我也没有想要成佛 我也没有想要做菩萨 这个 做菩萨 做佛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想要这样子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永远没有机会 如果想到成佛也不错啊 做菩萨也很好啊 我实际上做不到 但是我愿意有一天我也能做得到 这个发这样的愿意也很好 至少种了一个善因 是 好像一个种子 种了一个种子 迟早会发芽吧 迟早会发芽 就是说 很久很久发芽 但是总是有一点影子在那里的 所以有的人 常常会怀疑 这发愿变成一个空愿 是 会不会 就是说 犯了一种欺骗罪 妄语罪 是 我说 妄语是 要看看你的情况的 你发了愿 目的是为了得到什么 为了争取什么 而你结果你没有想要 没有想做 这是你怎么讲给人家听 就是说 我将来是要会做菩萨的 我将来是要赚多少钱的 你现在先给我做些什么吧 你先给我提供一些什么吧 你放心好了 我决定以后会要变成怎么样 我要做什么 要来报答你的 但是心中明明知道 这将来是做不到的 可是还会讲 甚至可能根本不想去做 不想去做 这个愿不能发 这就是欺骗了 如果说 没有欺骗的这种行为 也没有欺骗的这种意念 这是说 我想要做 我准备要做 比如说我想要学会筹花 我觉得这个筹花真好 这个筹花这么美 这个比画还要好 筹花筹了以后 自己欣赏 也可以给人家欣赏 甚至于可以叫人家 这事实在太好了 我有一天 我只希望能够继续筹花 但是一辈子没有学 这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没有受到 没有让人家受到损失 这是自己想要学筹花 结果没有学成功而已 或者是没有学而已 所以像这样的愿心 没有什么关系 师父您在前几集里面 提到您一个弟子 说他发愿要供养你 可是没有考虑到 他要赚大钱 要供养师父 可是没有考虑到 他自己的机运和能力 所以老是达不了这个愿 也始终不能供养师父 可是师父又说 发大愿也很好 因为他就像埋下一个种子 迟早会发芽的 那么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怎么样才不会说 发愿变得不切实际 怎么调和一下 这个成佛的愿是非常广大 这个你做一点一点的好事 你修一点一点的善法 你做一点一点的布施 统统会归成佛的这条路上去 所以是这个 我要发这个大愿成佛 或者发大愿要求捕杀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反而没有问题 这个因为他不是 所以是要立竿见影 马上要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讲的那个居士 他已经讲到了具体的 说一定在希望帮我的忙 在我红发的时候能够布施我 能够供养我 那么像这样子的这个愿心 他就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不能够 这个最初发愿应该是对的 但是后来的时候 他一次一次的直接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他还在那边 还发大了同样的愿 这是错误 是 那么师傅我们要怎么样发愿 才不会说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你这个时候 你还要发愿 马上要完成它 多少时间完成它 明明知道已经是不可能 比如说 我要发愿 把一堆沙子把它煮成饭 这叫煮沙成饭 这发这个愿 就发这么一个愿 这个是个笑话的一个愿 明明知道不可能的是 还要发这个愿 我刚才讲的那个居士 也是这样子的 直接没有这个能力 直接也没有这个机会 不可能发这么大的一个财 那就不需要这样发这个愿 如果说是这个可以完成的 那就 就发了这个愿 可以做了 这没什么关系 是 谢谢师傅 那么师傅开始我们说 发愿重在实际 我们可以发大愿 但是不能发不切实际的愿 各位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活法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